当下的楼市可以算得上是一塌糊涂一泻千里一蹶不振 那么很多人可能好奇现在每个城市为什么还剩下那么那么多的房产中介 今天呢我就用一个从事了房产境界啊 房产中介12年亲身经历 给大家透露一下房产中介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那么不得不说现在的房产的行情下 现在的收入和之前无法相比 从2005年一直到后面的12年期间呢 从事了房产中介在北京做了12年 大家知道在十几年前15年以前吗 那个时候的房产刚刚起步还没有得到大多人的共识 那个时候毕业没找到什么好多工作 就这样的稀里糊涂的到北京开始找工作 那么刚下火车出了火车站到处都是发房产销售的传单广告 而那个时候呢也是适时的态度就稀里糊涂的做了这份工作 比较幸运的是从2010年左右 北京中国的楼市可以达到了顶峰最高峰 那个时候呢房子啊几乎就是闭着眼睛都能卖出去 尤其是一些品牌的连锁中介 给大家算一笔账啊 一年一个房产中介人也就是房产销售顾问到底能赚多少钱 像我们最开始的前面的两三年几乎是卖不了什么房子 差不多每个月也就能卖出去一套 那么按照北京当时的我们交易的提成是2% 也就是如果你卖掉100这个100万一套的房子 那么就提点是4万块钱 要知道在北京啊 基本上的房子都是三四百万四五百万 所以一套房子算个四五万元元 非常的轻松 哪怕是一个新一个月只卖掉一套 那么一个月就是四五万 其中呢有三分之一是要交给老板的 大概还能剩两三万多啊 两三万左右 就这样呢坚持过了两年的时间呢 大概积攒了二三十万左右 后期呢我们就加大了业务 自己也招了一些线下的业务员一起来去卖房子 一直到2018年维持了接近一共是12年 总共大概赚了是400万左右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2019年之前 不管是从事房产中介的老板还是老板下面的销售员 或者叫做销售顾问吧 到最终不管你赚了几百万还是几十万 你都很难从这个楼市当中脱身 原因就是到后期的时候房子开始明显的降价 很多从事房产的人就开始抄底房子 要知道我们每天揭扫几十套的房源 一定会遇到那些非常便宜的房子 最终呢老板还有我们的员工集合起来就抄底了大概十几套的房子 直到2020年疫情爆发 房子彻底就烂在了手里成为了接盘侠 到后期呢只能是四折五折左右 房子还是向上抛售 最终呢不但没有把过去十几年攒下的收入带回家 还负债了大几十万 这就是一个从事十二年卖房人的亲身经历 很多人说啊我们到大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赚钱之后呢 带回老家去建房啊 生成这个结婚生子等等 愿望是好的 但是真正你等你到大城市赚到钱之后 你就不会再去接受你过去的初心 很多时候由于欲望也好贪心也好 你就开始尝试更多的投资 呃等等 以我们这种这个类型的人来讲 那么过去十几年的房地产确实赚了一些钱 但最终还是把所有的钱又还给了房地产 就是这样的残忍 没有办法我们又回到了老家 虽然现在每个月只有三四块钱的收入 不过现在和之前相比没有了那么多更多的欲望和贪婪 只能是维持生活 一个房产人真的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的顺利 一直到现在四十岁出头 还满身负债 多么的悲惨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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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